就是用if加mins再加空置串把它清除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这个公式A2加1其实没错 不过它的输出是当它跟上面的月份是一样的 才会输出A2加1 可是不是的话就用空置串 就输出不要就没有东西就对了 所以我们可以当然可以把公式也许先剪下好了 反正再少打 然后呢先插入函数里面的话用逻辑 if 那if什么呢 if就是你现在的那个月份 所以月份你可以先用mins mins这个没几个字自己打一下 比较简单 mins哪一个呢 你A2里面的mins 就是上一个就是它这个储存格的上一个 那它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它的mins应该是1月 如果相等的话相等用这样 那我是希望判断不等 不等于的话就是先小于再大于 这个叫不等 不等于什么呢 month 挖壶 那下面一个的话下一个储存格就是A2 就是刚刚那个A2加1 就是跟A2这个储存格加了一天之后 它的月份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那就等号 我这边是不等于 如果是不相等的话 如果不等于 比如二月变三月那怎么样 不等于的话那就输出什么 没有 没有表示说我就不要帮我输出三月份 下面那个储存格就不要让它显示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A2加1 就照原来正常的情况输出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吧 关键就是用mins去判断 用mins是不是同一个月 是否是同一个月份 所以这个逻辑是如果同一个月份就输出正常 如果不同月份就输出那个没有东西 那你想说老师那你这个不等于 这样我不习惯啊 你可不可以用等于 你用等于可不可以啊 你就怎样 把这个放下面 这个放上面不就好了 颠倒一下而已啦 应该可以理解啦 OK所以习惯问题啦 我这边用不等于好了 用不等于来表示会比较清楚 比较可以表达那个逻辑啦 OK好 如果他们两个不等于哦 那我就把它删掉 如果相等那我就输出正常的 跟刚刚一样A2加1 好那这个应该可以可以可以 OK好了按确定哦 那把它其实如果正常啊 上下同一个月份都不会影响 所以1月份应该都不会影响 可是呢2月份会不会影响呢 来拉过来看一下 3月1号会不会不见呢 3月1号不见了 OK有没有看到 本来那个3月1号呢 这边是会出现的 但是因为我多了一个逻辑判断 不相等就把它输出空的 所以它就输出空的在这里 OK好 但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又衍生出来 什么问题呢 这个东西 这个是Value 前面好像有讲过 如果有Value错误 怎么把它过滤掉呢 还记得吧 叫If什么呢 这个ERO啊 有没有 IfAir啊 所以如果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底级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很简单嘛 因为我们这边有Mans 那你如果Mans前面没有东西啊 你把没有东西放在Mans里面 他当然会不知道说你到底要判断什么月份嘛 对吧 所以因为是空的关系 那没有关系啊 反正如果说 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有看到这个错误 你要过滤掉的话 过滤器就是它啦 反正以后你看到 什么紧开头的 什么什么错误啊 你就直觉联想到那个 这个If 有没有 If ERO啊 ER RR打打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接下来过滤掉 所以做完第一步之后 过滤的方法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不 剪下不包含等于哦 OK 然后插入逻辑里面 If ERO 这个 按确定 把它贴上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就把它改成什么 空置串 没有东西 好 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公式就写完了啦 向下 向右 有没有发现 正常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在向右填满的话 基本上 有没有 底下如果不同月份的 就不会出现哦 OK 所以这边的话 主要哦 就是我们会先用那个 If加Mans 判断一下 那如果会产生错误的话 就用IfERO过滤掉 那这一题呢 就完成了 那是公式 其实 当然看起来是 已经算比较长了 其实我们之前的一个阶段 可能更长 之前我们本来不是用 IfERO来做 我们本来是用什么呢 另外一个 叫做 If 加IsERO 原来是用 If加IsERO 其实等于 IfER啦 可是 If加IsERO 那公式更长 更复杂 所以 其实我发现 反而用 这个IfERO 其实还算是简单多了 所以基本上 以前 很多书里面 还是会提到 IsER啦 所以我基本上 IsERO 我通通用 If IsERO 来把它取代掉 公式变简单 你会发现 上面跟下面 公式长度 剩一半而已啦 OK 好 这边的话呢 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如何把那个 这个底下的 如果非同个月份的 就让它清除 那如果产生错误 就用 IfERO 来过滤 那再来的话 我如果希望 礼拜六 礼拜天 给不同的颜色 那你给不同颜色 你想说 这个地方怎么做 礼拜六 礼拜天 当然我们这边 有看到礼拜六 礼拜天 可是如果你要换 不同颜色的话 意思不是说 叫你直接从这边去 去改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有一个深绿色的 然后底的话呢 给它填一个 浅绿色的 类似像这样 那礼拜天的话 也许是红色的是 加黄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全部 每一个每一个 52周 每一个礼拜六 礼拜天 都设为不同的颜色的话 那当然你怎么办呢 你想说 这边有复制格式 而且复制格式还有差别 点一下跟点两下 是不一样的 点一下是 只能复制一次 如果连续 复制格式就点两下 点两下 然后你就开始 礼拜天 礼拜天 那你要刷52次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要的方法 我们要的方法 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 可能就是用什么 这边也叫设定格式化条件 OK 设定格式化条件呢 你可以新增一个规则 怎么样快速的产生这样 当然呢 它一定是 如果是礼拜六 的话给一个格式 就刚刚讲的格式 如果是礼拜天 那就是一个格式 好 可是问题新增规则里面 这边有哪一个可以判断 礼拜六礼拜天呢 它这边顶多是什么 最大最小 要不然就是储存格里面的值是 大于等于 它没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呢 你只能用什么 用公式来决定 那这个公式指的就是 你可以用这边的这个函数 但是它里面没有插入函数 所以变成说 你要自己打上去啦 那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用哪个函数呢 前面有讲过嘛 如果要判断礼拜天的话 就是用什么 用 那个那个week day 还记得吧 在上礼拜讲的 week day的函数呢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 这个week day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 他们的礼拜六 就是说 那个一个 礼拜的第一天 认知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是 礼拜一是第一天 那 美国人他们认为 礼拜天是第一天 所以 你要用美国那面观念 那判断的时候 如果礼拜六的话 那应该就等于 等于七嘛 如果礼拜天 那就礼拜一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 week day 如果等于week day week day等于一的话 那就设定一个格式 礼拜 六 那就七的话 那就一个格式 大概是这样的 那细节部分的话 诶 诶 试一下 如果你做得出来 马上礼拜六礼拜天 就全部帮你格式好了 但如果你不会啦 说真的你真的要慢慢 我觉得设定格式法条件 真的还蛮好用的 有些时候 他可以快速的帮你把 你需要做格式的那些数字 快速的帮你全部 不过你可能还是要熟悉什么 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什么 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这个 函数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刚刚的部分主要是 利用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总共有三个函数 if month 加if air 这几个函数呢 把那个一个一个年历 给做出来